下午的四點鐘 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現場 今天的新聞最轟動的就是 韓國瑜市長昨天接受媒體的專訪 他主動拋出 第一 他願意接受國民黨的徵召 來參加國民黨的總統初選 第二 如果他說他當選總統的話 他會怎麼樣 他會在高雄上班 他一個人到高雄上班 他說行政院長不用去 總統府也留在台北 他一個人去高雄上班 對於昨天他在天下雜誌上面的 這一段專訪 我們也幫大家準備出來了 我們起來聽聽看 到底昨天韓國瑜市長是怎麼說的 高雄市民對我選當市長是有期待的 我一定要讓高雄市民覺得 我當市長是很關心他們的 所以我剛才拋出那個議題很重要 即使我被動參選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廣大高雄市民根本不用擔心 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會離開高雄 高雄市民不用害怕 就是我當市長我在這裡 萬一真的因為黨要徵召我了 我真的參選了 我選上了總統 我也在高雄上班 我不會離開高雄城的高雄市 所以高雄市民就說總統跑了 不會 我還是在這裡 而且我一樣去吃滷肉飯 一樣在街上 大家還是可以看得到 中華民國第一號人物 每天就在這裡 就在我們的家裡面旁邊 就在我們附近 跟我們生活在一起 讓我們不再孤獨 不再被忽視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只是現在我還沒有宣布 所以如果真的有到那一天 我會直接對高雄市民宣布 我不會離開大家 給我選上總統 我還是一樣在高雄上班 而且這邊就有總統府南部辦公室 就在裡面上班不就結了嗎 市長我們可不可以這樣解讀 如果黨徵召你就會點頭 黨徵召我參加黨內初選 我會點頭 初選 給他明天 明天下午 對 那如果初選過了 現在不一定 下午每天被黑 這樣黑下去也不見得會 好 剛剛韓國瑜市長他也講了 明天 明天下午 明天下午就是國民黨中常會 要通過國民黨的總統 初選提名特別辦法 而且他第一時間 就會在我們節目做出反應 對 剛好 明天通過之後 他的第一時間會在我們 新聞大白話的現場接受專訪 他可以第一時間有回應 不過自從昨天晚上他拋出說 他如果當選總統 他還要去高雄上班這件事情 立刻網路上 大家又開始討論了 但這時候黑寒的又出現了 是不是 要趕快告訴大家 沒有錯 黑寒聯盟的這個 網軍馬上做了很多圖卡 我們先來第一張 他說歡迎高雄市民 撥打反詐騙專線168 他因為認為說 他們貼了一個 這個韓國瑜他宣布要去 這個要選總統 他認為說這個韓國瑜 說要照顧好高雄 但是他沒有做到 他跳票了 他詐騙了高雄市民 所以他歡迎大家 撥打反詐騙專線165 另外有一個有趣的東西 就是這一個 他說這個 因為他說他一個人 要到高雄去上班 要到鳳山的這個辦公 他要扎贏在高雄 對 可是另外一個 這個韓黑的粉專 他就講出來說 韓導說他當總統 要把辦公室設在高雄 韓導說因為高雄的 經濟生命力在南部 假如我是中華民國總統的話 我就扎贏在高雄 可是他要問他 你知道嗎 韓導上上個月12月的時候 就把蔡總統的高雄辦公室 給拆掉了 因為現在是陽局是不是 不過事實其實跟這個說法 有一點出入 我們等一下會告訴你 但是最讓人家詫異的是 昔市長的這個戰友 楊秋昕沒有想到 因為聽說他現在是 比較常跟郭台銘同台 所以他昨天一聽到 韓國瑜要選總統的時候 他第一個反應說 因為他傳出來 他第一個時間說 韓市長是詐騙的共犯 但是這個楊秋昕有特別解釋 他說我沒有說他是詐騙共犯 但是如果當時知道 韓國瑜要選總統 我連他選市長 我都不會支持他 他應該先把高雄市長做好 不過這個話題就是 韓市長他要到高雄 一個人去高雄上班這事情 馬上在政壇上引起話題 特別是南部縣市對不對 但是這個台南市長黃偉哲 他的意見跟民進黨裡面 這個政治人物裡面 大部分的主流意見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黃市長現在我們線上了 黃市長武安 市長武安 大家好 嗨 你好 你好 市長好 市長請教一下 你聽到這韓市長說 他要一個人留在 如果他當選這個總統的話 他要一個人留在高雄上班 你覺得這個說法可行嗎 我先從兩點來看 第一點如果我從 我當然是民進黨的黨員 我一定會支持民進黨的這個總統候選 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您跟說 您說這個跟民進黨的主流 這個或是其他的 黨公職人的想法不一樣 這個其實是從看 從那個角度看 從民進黨的角度看 從政治人物的角度看 當然我們的政治忠誠度 是沒問題的 但從這個南部人的角度看 我們當然希望 國家領導人 或者是這個總統 能夠這個 再離南部近一點 那這樣 這個才不會有天高皇帝遠的感覺 天高皇帝遠的感覺 有兩種解釋 一種解釋是皇帝管不到 一種是皇帝也不管我 那當然我們當然希望說 這個皇帝管得到我們 那皇帝也願意照顧我們 所以呢 當然我們認為說 總統如果將來 能夠在高雄上班 或是離南部近一點的地方上班 這也好事 那話說回來呢 當年這個曾經有一度 這個在幾年前 有一度傳出是不是要遷都的議題 那時候六都市長分為表態 林佳龍也提過 林佳龍那時候在擔任台中市長的時候 他也提過說 哎呀把那個 這個總統府就簽到那個 這個中新新村來 那這樣 這個離南北都近 那立法院也可以簽到這個 審議會那個地方來 那這樣的話 立委去上班 開會都很方便 那那個時候的賴清德也提過說 如果說 這個總統府簽到台南來也不錯 所以說這個大家其實各地方諸侯 或是地方縣市首長 或是南部一般的民眾 民情 他也是希望說 這個總統 這個 或是國都 或是總統府 或是中央政府 能夠簽到南部來 不過 要簽移中央政府 這個是知識體大 你光是一個立法院 光是這個 過去曾經提過 立法院要從 現在的這個 這個 這個濟南路 這邊 中山南路這邊 簽到當初的空軍總部 光是立法院 空軍總部是國家的土地喔 那立法院從這個地方 從中山南路 簽到空軍總部 忍愛路那邊去 就要花一百多億 我們現在哪有那麼多 一百多億 簽個立法院就要一百多億 那中央政府還得了 所以呢 那個韓市長說 如果說這個 中央政府沒有簽 國度沒有簽 那麼總統 這個在南部 利用一個南部的地方辦公 當然 韓市長這樣講 是有他的考量 因為怕高雄市民說 你選上了就跑掉了 你看楊秋興 第一個站出來講了 不對嗎 不是這樣子嗎 所以呢 那他當然講說 那我還是留在高雄上班 他可能有他的一個 選舉的思考 但是我覺得其實 對南部來講 不管是怎樣 如果總統能夠 將來的選 總統當選人 或總統 將來的總統能夠 在南部上班 或在高雄上班 對我們一個南部人來講 當然是好事一樁 市長我剛剛說 你跟民進黨 這個政治人物主流意見 不太一樣 是因為我今天早上聽到 很多民進黨的立委說 覺得這個韓市長 簡直是兒戲 我也聽到行政院長蘇貞昌 他認為這個事情 知識體大 他覺得韓市長 這樣貿然的提出 是沒有 不符合常識的說法 這包括市長 你剛才也特別提到 民進黨很多六都的首長 或者是曾經要角逐六都的人 他們也有主張要遷都 可是當他們提出遷都的人 為什麼民進黨的人 就沒有認為說 這是不符合常識 或者是兒戲 反而現在韓國瑜提出 他一個人到高雄上班 就會這樣子大力的抨擊他 我說你不一樣的地方 是因為你是稱讚他 你覺得至少 這個對南部 可能是一個正向的發展 對 我說白一點 我是稱讚他這個idea 但是做法可不可行 不知道這樣 對 這個idea是不錯 是具有挑戰性的 但是我剛剛提到 知識體大 你簽個都 我說真的 可能什麼事情都還沒發生 就要先花好幾百億 搞不好四五百億以上 我剛剛提到 光簽一個立法院 就要一百億了 那行政院各部會 哪個部會不要來個幾十億上百億 那這樣下去 國家有那麼多錢嗎 所以簽都在台北上班 跟在台北辦公 在這個國都在台北 或是國都在高雄 或甚至在台中 其實對於民眾來講 光是花錢 就要花好幾百億上千億的錢 可是民眾也沒得到什麼好處 只是一些上班的人 地點改變而已 那與其這樣子的話 不如一個人改變上班地點 這個比好幾千個人 上萬個人改變上班地點 可能這個付出的代價 獲得的阻力當然小得多 我是稱讚這個idea 那至於總統上班 有沒有可行性 譬如總統如果在南部上班 他這個有沒有可行性 我覺得其實是可以評量 譬如說現在資訊那麼發達 視訊會議那麼發達 或是很多這個遠距離的溝通 那麼發達 我覺得其實應該是有值得可以考慮的地方 那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花費是最少的 但是能夠得到民眾那種感覺 Kimoji上覺得南部的民眾覺得 南北似乎這個差距比較縮短了 這種感覺我覺得是縮短了這種感覺 Kimoji是比較好的 那至於這個是選舉的時候提出來 還是平常的時候提出來 我相信獲得的這個回想也是不一樣 如果韓國瑜一年前提出來 跟現在提出來 我相信輿論的反應也是大大不同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 因人一時因地而異 這個部分也不足為奇 幫市長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梁文傑 他昨天在節目上 我不知道他是認真說還是他是在挖苦 他說如果真的這個總統府 搬到中央政府搬到高雄去的話 其實有很大的幫助 高雄的房價 台北的房價 馬上就會砍三分之一 你覺得有可能嗎 變得更親民了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舉一個例子來說 要求你聽聽看就知道 因為這個很多六都之間合併 那像高雄或是台南 或是甚至台中 都有一些原來台中縣 原來高雄縣 原來台南縣的地方的民眾 市民都會覺得說邊緣化 為什麼邊緣化 因為以前台中的縣政府 所在地在豐原 高雄的縣政府所在地在鳳山 台南的縣政府所在地是在新穎 但是現在合併了之後 通通都移到市區來了 所以原來縣的地方都覺得疏離化 覺得疏離感 覺得這個越來越發展 越來越受限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看光是一個縣市合併 都會造成民眾疏離 甚至房地產價格下跌 那何況是國都呢 所以當然這個梁議員講的話 也沒有錯 萬一國都真的遷都 遷到高雄或台中的話 台北市的房價馬上會跌很多 那跌很多的話就變得更親民 年輕人就更買得起 說不定也是這樣 但是坦白講 一定會有很多人是很生氣的 所以一定是這種公共政策的事情 一定是幾家歡喜幾家愁 但是我們只能求得歡喜的人多 愁的人比較少 那就算是成功了 謝謝台南市長黃偉哲 今天今天我們 謝謝偉哲市長 電話磚房 講得好清楚 確實南部的朋友也很期待 就是真的有一個總統 如果可以在高雄或是南部辦公 其實蔡總統本來很想做 但有沒有做到呢 其實我們前面不是有講到 很多黑韓的粉磚 說第一時間聽到 韓國瑜市長要選總統 認為他是詐欺 就要打165的反詐欺專線 不過大家很好奇的說 這個真正詐欺的會不會是蔡總統 為什麼 因為其實蔡總統在106年3月10號的時候 他就已經悄悄的成立了 南部的總統府辦公室 而且他說這是他選前的承諾 所以可以看到這照片 這是106年3月10號當時拍的照片 這個南部辦公室開採 剪彩的第一天 所有南部重要的政治人物 民進黨重要政治人物都到場 可以看到蔡總統還有花媽 都笑得非常開心 而且當時他說 希望可以有一個跟南部相親 交換意見的地方 說到了也做到了 有做到了 政府不可以坐在冷氣房裡面 做決策 不可以只有用台北的觀點 看天下 這句話昨天韓市長有講 其實說法都差不多 說執政者必須時時刻刻 注意區域平衡 記在心裡 面向南方 建設南方 重視南方 南部再生 但是這個辦公室 就只有用過一次 就這一次 就這一次 就106年3月10號一次 之後就再也沒用過了 直到去年韓市長當選市長之後 在12月初的時候 總統府發了一紙公文 告訴高雄市政府 說這個辦公室 我們不用交還給你 所以其實蔡總統也想南北平衡 但是辦公室只用了一次 他可能也跟我們一樣 剛剛那個黃偉澤也講 視訊 現在可能用視訊比較發達 所以現在在我們視訊上的 就是總統府的前 傅密 羅志強 現在台北市議員 志強武安 志強議員您已經在線上了 大家好 嗨 志強這個 說有在總統府上班過 跟總統一直上班過 你有這個經驗 要不要跟我們先分享一下 如果總統一個人跑去高雄上班了 您覺得這接下來是姿勢體大 還是真的可行呢 首先我覺得韓國瑜提出 在高雄上班這個事情 我覺得對高雄鄉親其實是一個誠心 那事實上如果去做的話 也確實可以提高高雄的能見度 那麼對於南北平衡 那我覺得是中央政府 總統帶頭來說來做的話 我覺得是有幫助的 但是因為我自己在總統府 擔任過傅密署長 那可能我也有一些事情 比較專業的一些意見 可能也要提供給韓國瑜市長做個參考 那麼比方說以總統來說的話 總統府的編制 正式的編制人員就500多人 那一年的預算將近9億 那還沒有算到其他的人員 包括維安的這些人力 那這麼大一個編組 其實基本上他確實有他的一定的功能 那以維安來說的話 我們說維安他分做四個特勤任務 包括武裝就是憲兵 然後警察便衣 然後還有世衛 那這些所謂的編派編組 基本上都是以所謂的保護總統的 國家元首的這個安全 為最主要的一個目標 那如果說今天假設說 總統常態性的是在高雄上班的話 那麼整個維安人力的編組 可能也就要跟著去做調整 那立刻面臨的問題 就是採取所謂的單建制 還是雙建制 所謂的單建制就是說 仍然是以台北為主要的建制 還是說今天在高雄 也要另外再規劃一個整個所謂的 我們講四個特勤任務的重新的建制 還是說今天是把這個建制的重心 從台北移到高雄 那如果台北移到高雄的話 那包括總統的一個安全的 所謂的那個衛序的任務 那麼可能也要一併的做調整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基本上不是不能做 但是做的話 恐怕就會有非常多的後續要去規劃處理 那這一點是將來我覺得在 談所謂的總統要不要在 高雄上班這件事情的話 可能一些後續的一些 專業跟所謂的資源的規劃 也要一併注意 對 羅議員 那韓市長今天加強 有補充一點 他說其實可以走雙手掌制 他講雙手掌制是說 行政院長留在台北照顧台北 然後總統留在高雄 那你覺得這樣聽起來是可行的嗎 首先當然如果說 我們在現任體制上是雙手掌制 那基本上一般來說的話 總統負責兩岸國防外交 那其他的政務是由行政院院長來主責 但是實際上過去的 所謂的行線的經驗來說的話 幾乎大部分的總統 他都會有所謂一線二線的問題 所以大部分總統最後還是會走上 所謂的一線總統 那因此如果韓市長 要創造這個所謂的新的一個做法 就是一個新的形式的作風的話 利弊我覺得現在還很難去直接的論斷 但是我倒是認為說基本上 可能不是先從所謂的辦公的地點 來回去回想所謂的 要採取所謂的雙手掌 就是一線二線這個問題 而是一開始要先定位好這個總統 韓市長到底如果要當總統的話 他想要當一個什麼樣的總統 因為我也必須說 就是說國家元首國政為先 那國政是經緯萬端 那可能不只是高雄的問題要處理 所以因此可能不能夠只是 從所謂的高雄這個角度 來去思考整個的國家元首 他到底要他的角色是什麼 而是應該回頭是先從國家元首 他到底定位的角色是什麼 那當然各有利弊 基本上如果說把政務全部交給行政院長的話 那行政院長因為終究不是民選的總統 民選的元首 所以他的民意的正當性 跟民意的支持的一個強度如何的話 在推動政務上也會出現一些後續的一些問題 那當然如果說今天分工授權做的是夠 雙方負信又夠的話 那也可能是如必食指 那麼能夠如魚得水 這也是有可能 可是這些部分的話 我覺得恐怕是要先從憲政體制定位 然後再回頭去想說今天在哪裡辦公 辦公的地點是一個附屬問題 那憲政體制的定位才是真正 我覺得主要一個參選總統 應該要思考的核心問題 議員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剛剛有特別提到 原來沒想到蔡總統在兩年前的時候 在2016年的時候 在南部也有設一個總統府的南部辦公室 而且他說是兌現他的這個選舉的政見 但沒有想到這這麼多年來 他只有用過一次 而且在去年的12月已經交還高雄市政府 這樣到底是不是一個正常的一個現象 其實任何的決定 基本上都有與熊掌難以兼得的問題 沒有一個決定是絕對好或絕對壞 但是我覺得民進黨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過去很多事情是只要是民進黨做的 就把他吹捧上了天 那如果說是今天是國民黨做的 那就是好像是做了一個 所謂的萬惡不赦事情 那像這個所謂的在南部上班也是一件事 像他民進黨整個鋪天蓋地的去攻擊韓國瑜 去酸韓國瑜 問題這個概念蔡總統也自己提出來過 甚至可以講的很不客氣 講他才真的是騙票 騙票是一個時機 很多人就拿這個時機說 韓國瑜是不是在騙票 可是問題是蔡英文那時候 把所謂的他在南部辦公講的這麼漂亮 重視南部要南部能夠再新的 重新被大家看到 然後也是拼所謂南北平衡 可一個辦公室花了這麼多錢去建置起來 結果他只用了一次 那不是浪費人民的公堂 那不是只是為了作秀嗎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這是民進黨一直重複出現的問題 就是雙重標準 那今天如果說韓國瑜這個 他的意見是不對的話 那你應該先回去先譴責蔡英文總統 為什麼當初要提出 他在南部辦公這個事情 而更重要的是 他提出來之後 時事上大家看到是跳票 就做了一次做個樣子 撥個板面 然後做一個讓大家所謂的 覺得你是關心高雄 關心南部的這個樣子做完以後 然後實際上沒有繼續追蹤下去 那最近很多問題都是類似 比方說至今區的問題也是一樣 那民進黨的首長陳菊 或賴清德 當初搶自清區搶成那個樣子 然後 蔡英文自己也曾經 是自由貿易港的 所謂的一個協調匯報的召集人 那在推所謂自由經濟的概念 在那個時候都講的 非常的質地有深 覺得好像台灣一定要走 所謂自由經濟的這一條路 但是等到今天是別人提出來時候 就會拿出什麼洗牌子 拿出什麼跟大陸的所謂的一些 可能會混淆我們的產品 就掌出一大堆的理由來去攻擊 對 所以這個就是我在講說 今天台灣變成是說 今天只有政黨立場 沒有誰政治是非 那你今天民進黨如果要否定 自清區我覺得OK 你把自清區也絕對不會說 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所以就像我講 每個政策都有好處有壞處 可是你不能說今天你要講的時候 你要推你要爭取的時候 那就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事情 而別人要爭取要推的時候 那就變成是一個很糟糕的事情 這樣雙重標準讓台灣基本上 就變成是沒有一個政策的是非 可以去檢驗 謝謝志強議員接受我們視訊的訪問 謝謝志強 剛剛有提到又是雙重標準 怎麼每件事情最後 討論下來都變成藍綠的競爭 然後跟雙重標準 那當然很重要的 昨天這個韓國瑜市長接受了 兩家媒體的專訪 終於也讓韓粉們好像比較安心了 因為他終於鬆口了 他願意參加國民黨內的總統初選 他說如果黨徵招初選的話 我點頭 I do 我願意 終於等到這句話了 不過當然他有一些說法 因為明天星期三 國民黨的中常會 就要來通過總統提名的特別辦法 所以星期三之後 國民黨公布了最新的辦法之後 我會跟大家來做一個說明跟報告 而跟大家預告一下 這個時間點剛好就是下午 我們這個新聞大白話的節目 所以明天韓市長也會在我們的現場 剛好就可以說明跟報告了 明天一定要鎖定我們的節目 他說對於黨內目前初選的所有機制 一樣一切的尊重 因為之前他也講了 只要國民黨提出了一個機制 他都尊重的 這到底表不表示他要參加登記 他會去登記 或是他要不要繳救五百萬的 所謂的手續費等等的 他覺得都是尊重 那既有的初選辦法 好像我們要表達一個強烈的欲望 就是原本他在四點聲明 五點聲明當中都有說到 我沒有辦法參加現行的 既有的初選的這個模式 他說的就是這個現行的初選辦法 好像是要我們表達一個強烈的意願 要離開高雄去選 這對高雄市民來講感覺不舒服 他自己也覺得非常的不好 所以黨中央一定要把它放進去的話 等於就是要用這個特別辦法 所以他也提到了 我願意 我會面對這個問題 那一旦做了決定之後 一切就完全照這個遊戲規則了 不用任何擔心 因為昨天在專訪的時候 媒體也問他 就是說那你OK嗎 登記啊 還是繳錢啊 還是辯論 他覺得我都按照遊戲規則 沒有問題 那當然我們再看下一頁 昨天他覺得他這個可以點頭 那高雄市民對他選上市長 是很有期待的 因為在許多的一些這個民調 或者是一些甚至是基層的活動 也會看到高雄市民覺得 如果這個韓國瑜市長 可以當總統的話 或許能夠為高雄做的更多 所以我一定要讓市民 我的市民覺得 我當市長很關心他們 即使我被動 還是要強調是他是被動 參加了總統 或是他當了總統的候選人 廣大的高雄市民不用擔心 任何情況之下 他都不會離開高雄 高雄人不用害怕 我當市長在這裡 萬一真的黨要徵召我 我真的參選了也選上了 我還是會在高雄上班 所以他一再強調的 這種溫情的喊話 就是希望投給他的高雄市民 不要擔心他沒有落跑 字字句句 一方面當然他點頭了 另外一方面似乎也是在位 可能接下來 如果他真的選下去的話 會不會落跑市長 這個罵名就一直背在他的身上 他在這個地方 也提前做了一個解套 我不會離開高雄城高雄市 所以高雄市民 以為我選上總統就跑了嗎 不會 我在這裡 我還是一樣吃滷肉飯 你走在路上還是遺忘 可以看得到 中華民國的第一號人物 就在高雄這裡 如果他選上的話 這是韓市長昨天在接受媒體的一個 算是我們整理出來的一個全文 那當然 到底韓國瑜這個現在決定 要參加國民黨內的初選 以及他如果真的選上了 他會不會到高雄去上班 我們也要問問看高雄在地的委員 在地的民意代表的心聲 現在我們視訊線上的是 民進黨籍立法委員許智傑 委員午安 大家好 大家好 午安 好 委員你在高雄的選區出來的 這兩從昨天開始聽到韓市長說 他如果他當選總統 他要在高雄上班 那你接收到現在的反應是如何 這個有兩個角度 第一我覺得這是個 因為我覺得他 他應該要留著把我們高雄過 那第二個我覺得他講的話有道理 所以我希望說不管下一次 蔡英文或賴清等上選總統的時候 我希望他們也可以呼籲遷都高雄 這一個方向 因為我自己想到說 真的是像我們南部的立委 就是南北上兩地旁 我們也發現台北的那個思想 有時候跟我們南部真的是有差距 那我們也曾經很多人在提到說 是聚會立法院遷台中或高雄 那事實上我們在問題 法院在教院他們兩個 每天的直選 大家相當多 不好意思 委員 委員你的訊號好像不是很好 你要不要喬一下位置 喬一下麥克風還是什麼的 對 訊號 什麼 現在比較清楚 這樣好一點 好一點 頭太大 不會 不會 那我們其實 我一直在想說 其實總統府簽高雄最少 就是說他可以來 然後呢 其實上就是說 真的是天龍果跟 事實上不一樣 我說總統 確定 千度高雄 所以我也 說 不管是 那一或是 他 真的是可以當選 真的可以 以千度高雄 當作證件 然後有一個 規劃 好 我們先謝謝 立法委員 許智杰 因為你的訊號 真的不是很穩定 我們等一下試著重打看看 結果我們的工作人員 重打看看 謝謝這個許委員 其實委員 我們幫他整理一下 他剛剛的意見 他也覺得 他覺得 千度高雄是個非常不錯的 而且他還建議蔡總統 或者陳其邁 如果他回國再選 高雄市長的時候 可以當成他們重要的政見 可是他又覺得 韓市長昨天提說 他要在高雄上班 是個假議題 他可能認為韓國瑜選不上 或者是認為他不會兌現他的政見 所以其實 從南部的委員看起來 他們也覺得 要重視南部的發展 就是我們的總統也好 甚至是我們的首都到南部 其實是很重要 可以考慮的一件事情 昨天韓市長就提出了 其實我們評估 他昨天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可能心裡已經想了很久 這個想法了 因為他講得很順 他就講 總統府在南部 是有辦公室的 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這辦公室 就他鳳山辦公室的旁邊 就是現在的高雄市政府的海洋局 就有一個總統府的辦公室 所以他還說 就像生日蛋糕許願一樣 假設我今天是中華民國總統 假設 in case 我就札營在高雄 我不必離開 如果身為中華民國總統 就每天在高雄上班 然後他也說行政院通通不用動 就是各部會 行政院不用動 總統府也不要動 他總統一個人動 那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行政院長在台北 因為總統在高雄 南北完全就開始平衡了 這一段是這個 韓國瑜市長昨天接受 媒體專訪的一個全問 當然他可能也已經 確實有想過這個問題了 不過剛才從我們的訪問當中 包括前總統府的副秘書長羅世強 可能也講的 不是只有總統你一個人 去這麼簡單的問題 因為其實各部會的首長 來回 來來回回 這些也是都是需要車馬費 需要經費的 當然還有你的這個安全維護的問題 他當然覺得這個 idea是好的 目前到目前為止 我們聽到在南部 能夠有一個這樣子的行政中心 感覺這個大家的評價都是好的 但是重點是 施行的細則要怎麼做 可能就比較麻煩一點了 那到底這個韓國瑜市長呢 以及今天為止 所以各方對他的看法是如何呢 我們起來看看一下這則報導 一聽到公共市長韓國瑜說 當總統要把辦公室遷到高雄 臨近的縣市首長們拍手叫好 韓國瑜市長所提的主張 這對我們有相當的吸引力 所以呢 對於將來全國的政治中心 如果能從台北到高雄 對我們南部人來講也是好事一莊 希望不只是在高雄設辦公室 也要在台中在中部地區設立辦公室 表示區域的公平 高雄有台中也要有 一聽到這樣的說法 行政院長蘇貞昌趕緊出面踩刹車 總統不是說你在哪裡就能辦公 總統行政院長之所以有力量 不是這個人有多偉大 而是因為帶著一個團隊 高舉反對大旗不是沒有原因 想要走出台北總統府到南部 設辦公室恐怕沒那麼簡單 首先是國安會議緊急召開的時候 到底是要總統北上 還是不會首長南下都成了問題 再來就是總統出房的路線 都得經過層層規劃 違案要怎麼來嚴密 會不會變成擾民也是頭痛的問題 但還不只這樣 總統的辦公室還有不少條件限制 像是周遭不能有高樓大廈 最好還有像這樣的一塊空曠地 以確保總統的辦公安全 他這樣子的做法有點兒戲 我們覺得他其實並對整個台灣 並沒有真的有很好的願景規劃 高雄市民都非常的興奮 將來可能首都有一半是在高雄 停不停總統到南部辦公 藍綠立委各創各的調 但不管南千是否成形 已經成功引發話題 TVBS新聞李全佑 韋佳琪 台北採訪報導